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Della好 近日我想成中的話題都是關於非典型肺炎 新冠狀病毒疑 而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肺炎引起 都是由一般的流感所引起的 但又會令到坊間很多市民都很恐慌 我想主要都是說主流的醫療那裡是沒有藥醫 而它那個也達到一些死亡率 所以令到市民很害怕 在坊間上面都流傳了很多的方法 有些東西包括中藥 其實也有被人批評 就是這些其實沒有科學的證實 在歷史上我們都知道 一向來講 流感這些感冒 其實一向西藥都沒有得醫 當然自己也會好 所以市民也接受了 這幾次令到市民很害怕 因為它的水亡率都很高 但相信在自然醫療上面 在自然界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幫市民度過這些難關 袁先生你在那個自然醫療裡面 你有超過四分一世紀的臨床經驗上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聽眾 分享一下一些實際的經驗 大家都在面對這個疫症 也看到中國這次作出的手法 是很驚人的 好像歷史上從來沒有試過 能夠將一個一千三百多萬人的城市封了 照我所知 現在就不只是這個城市封 好像其他大城市 都差不多被封 所以它採取的手段是很嚴厲的 這種事情有時候給人一種感覺 會不會這個病是很厲害 殺傷率很厲害 但是相對死亡率 其實到現時為止 其實都是1.2% 比起中東呼吸中合症的人 還要低很多 你可以看看過去有很多流感 在美國 其實美國好像上年10月到現在 已經死了6600多萬人 有1200多萬人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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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講起來說很奇怪 我們遇到一個這樣的流感 突然之間驚恐得這麼厲害 反而美國已經死了6000多人 是從來沒有人說的 是吧 我相信那個原因就是 一般人有一種得到的訊息 有些流感就殺傷力不是這麼大 傷風感冒流感是每年都有的 每年都有人死去肺炎 所以沒得怕 怕也無謂 你便接受了 如果身體體患藥 或者處理都不懂得處理 可能會死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 沒有什麼可做的 亦都可能是 他認為傳染力感染力 不是那麼厲害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 怎樣去理會他 但今次突然之間 發生在中國 當然背後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些說是一種生物武器 跟沙士時間很相似 那些生肌病毒 是改造過的 很多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這樣說的 是每樣東西都是有 背後的資料 支持他這種論調的 但不論如何 就算是天然好 或者人為的疾病也好 其實我們現在要面對 是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沒錯 當然在目前的做法 大致上的主流的想法 都是覺得 每一種病都有潛伏期 他會有傳染的感染其他人 但過了這一段時間 他自己就會消失了 或者他的身體克服了 而他的感染的能力都消失了 因為尤其是病毒 病毒是要靠人的細胞才能生存 如果他沒有人的活細胞 他根本就不會生存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 那些病毒是那些 那些病毒感染之後 身體當然是自己會打他 你不要記住 不要有一種錯覺 想著沒有藥衣 其實沒有藥衣 是說沒有西藥衣 不是說沒有西藥衣的病 你就死定了 其實傷風感冒、流感等病 從來也沒有西藥衣 個人也是這樣 大部份都會自己好得上 所以你千萬不要有一種錯覺 所以我們就發生了很大的恐慌 因為傳染力很高 一般的傷風感冒傳染力都很高 我最近已經處理過幾個病人 都是有感染了 因為飛機上 在一個惡劣的環境 低氧的環境 空氣不流通的環境 濕度不高的環境 以及在一個高空裏面有很多輻射 所以免疫力會有大壓力 所以我最近處理幾個病人 都是因為去了飛機 都很容易 其實坐完飛機回來 很容易發生流感 這件事 染到感冒 其實很多時候都很聽密 很普通的事情 但這次她害怕 她說傳染力和感染力特別強 我相信不會跟普通的感冒相風有什麼分別 大家都一樣 唯一一件事大家害怕 是她們的死亡率會高於一般 就是這樣說 因為沒有藥醫 記住 沒有藥醫的意思是沒有西藥醫 但問題是根本沒有西藥醫 這類病毒性感冒 一向都沒有 但當然在坊間 在我們的互聯網上 很多人會發放一些資料 很多人都會講解有些工具 當然這些不是西藥專利的工具 有些人都會提及 有些什麼愛滋病毒 那些藥 加抗生素 在泰國 就是這樣的說法 其實坊間存留有很多種方法 但當然 這些方法到底是否真的有效呢 就是未知之數 但也有些方法 其實背後是有些 有些很強的臨床證據 不會說有一個雙重蠻脹的研究 來證實它 有些時候沒有科學根據 就經常要求這些嚴厲的 科學的證實 其實是做不到的 在遺醫醫療大部分都不是的 但不要因此認為 遺醫醫療所說的那樣東西 全部是沒有了道是假的 絕對不是的 好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經常都遇到這些問題 也收集了不同的資料 很多背後都是 我們在外國很多醫學雜誌 自然醫療的雜誌裡面 其實都有介紹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最近 這個比較上多人傳流的 有一個醫生 他有個網上 他有個網子 經常都會講解一些自然的工具 今次很多人都用這個資料 大家傳流的 這位Dr.Saw 好像是最後一個Dr.Saw 他提及可以用維他命C 維他命D3 維他命尾 那個星 和西selenium 來預防 簡單來說 那沒事的 如果你用這些工具 把身體的免疫能力加強 你不會中招 其實這個是最好的 好過你中招之後再去醫 你能夠做一些事情 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不會中招 你記住 其實所有歷史上的 嚴重的瘟疫 流感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會死 就算有很多人是沒有症狀的 他可能感染了 很難說不接觸到 但是他未必是接觸到之後 他一定會病到的 所有的分別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看你自己的體質 我可以叫做傾向性 有沒有susceptible 譬如有些病 會只是襲擊年輕的 例如1918年1919年的世界性流感 估計死了大概四千幾五千萬人 而當時很有趣 中招的人和死亡的人 是年輕力壯 所以不要經常想著 小孩子危險些 老人家危險些 未必 因為我們在治療醫療裡面 在同學療法有個概念 是叫做susceptible 你會不會有種傾向吸引這種病 是因人而異的 是未必跟你那個人 即是年輕 或者身體那個強壯不強壯有關的 好了 那第二個做法呢 當然呢 一個整體的免疫 好了 我經常都很強調 身體是什麼呢 身體是什麼做出來的呢 身體是百分之一百 是食物的營養做出來的 如果你有個傻射木傻射 木傻射爛了 要維修了 那你用什麼材料呢 你當然是用回木 是吧 所以有一種說法 在中醫就叫做醫食同源 在西方的自然醫療 希波格拉底醫學之父所 經常都強調 就是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們第一線的工具 最好都是用食物先的 或者食物裡面的營養 草藥都是其次 是 同學療法就是另一個層次 同學療法是一種能量醫療 一種稀式的能量 也不是食物 也不是營養 當然也不是一般化學的西藥 這是另一個層次 我們認為呢 我們經驗來說 這是最高級的醫療 但是一般人能夠普及接觸得到 多數是營養方面的東西 根據這個資料 它說維他命C 它建議就是3000mg 或者多些每日 分開來吃 因為你維他命C 如果大量一次吃 就有些輕舌作用 所以盡量 你的份量 譬如500mg 分開6粒 慢慢地 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分開來吃 這個維他命C 是3000mg 另外就是維他命D3 D3 它的要求是2000個國際單位 每日 OK 有種的做法就是 最初用高一點 用5000的國際單位 服用每日 兩個星期之後 再慢慢減到2000 另外就是尾 它使用400mg 每日 400mg 每日 它有很多種形式 有些magnisium citrate magnisium marley magnisium chile 或者chloride 這些 其實都可以的 總之你買到尾 大部分的尾 都可以了 接著就是新 星 星 都建議每日20mg 最後就是西 西 他建議每日100mg 西 西 是selenium 需要的份量是少很多的 是說100mg 這些工具 我很有趣 我在中國 最近我在深圳 都有機會 入他們那些所謂 那些藥店 就是藥店 它也有很多這些 營養素 但是當然 他們的種類 好像真的沒有爆製香港 鼻子 香港的自由港 我們能夠入到的工具 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都有限制 但是我也都看到 他們很多維他命D3 維他命C 當然有 美 星都有 很明顯這些 在中國已經很 存入坊間 很多人都可以買到這些 簡單的工具 除了這個工具 我們經常都建議 就是加強自己的免疫力 吃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 是一個食物菇 它重心都是加強你的免疫力 除此之外 蒜 有些 卡拉力 蒜 阿米加369油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 食物的形式去處理它 我覺得作為一個預防 我會用這個 作為第一線 當然也有人用風膠 早上用風膠 也有些不同的草藥 作為一個預防的工具 所以其實工具有很多很多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 我們繼續回今天的 自然療法御理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流感的自然醫療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流感的自然醫療 上一節你幫我們提及到 我們可以用一些維他命 來做預防的流感 即是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其實很多時候 流感都有季節性的 現在尤其是這次 就好像在冬天的時候 發生可能天氣冷 又在香港 又近乎在春的時候 很濕 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 日常的方法 可以預防到的呢 OK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有季節性的 對不對 都認為通常在冬季的時候 下雨天 潮濕天 沒有什麼陽光 流感會特別容易有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也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這些冬天 潮濕天 會多些流感呢 其實它背後的原因 是跟維他命D有關的 OK 我們也知道 因為冬天太陽沒有那麼猛 因為太陽沒有那麼猛 我們的身體製造維他命D 其實是靠太陽 太陽的照射 所以當我們冬天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沒有那麼多太陽 換句話來說 我們的製造維他命D的能力就減弱了 之後身體少了很多維他命 其實幾年前 有兩個醫學的雜誌 登報了有一個報讀告 報讀是有一位醫生 叫Dr. John Cannell 是加州的一個精神科醫生 很有趣 他在加州的一個國立醫院裏面 叫做Ataxcatero State Hospital 在加州的 這個地方是專門給那些罪犯 有一次在2005年 有一個很嚴重的流感出現了 突然之間爆發了 他自己處理過32位病人裏面 沒有一個是感染到的 雖然這群病人 是跟其他人都接觸的 所以這次很嚴重的流感出現的時候 他那群病人是沒事的 他照過生意的病人是沒事的 原來他為什麼可以令到 他管轄的那些囚犯 那些病人是沒有受到感染呢 原來他被照顧的囚犯 是吃高量的維他命D的 因為他可能是其中一個 小有的精神科的醫生是會注重營養的 他可能跟他們檢查的時候 他也要看他們的維他命D的水平夠不夠 他發現他們真的可能很低 所以他就故意刻意幫他們打一些維他命 或者服食維他命D的營養素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呢 最近在科學上就發現 原來維他命D可以刺激我們的白血球 是製造的一種物質叫做Cafelicidin 研究人員發現 化學這種物質是對感冒的病毒 是有殺傷力的 是很強的 他說不僅是對感冒的病毒 有殺傷力 還有對毛菌、細菌 甚至乎是肺爐菌都有幫助的 OK 就是說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感染 是因為這位醫生為他們供應大量的維他命D 但要不要去檢驗一下呢 其實我們都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維他命D很便宜 一般的食法呢 你便試一下 即是不需要去檢驗之後才這樣 有些人說會不會吃得太多 當然 這個是說是這麼說 但其實根本是很少人 從來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的個案 那些人吃過維他命D 吃過量的 但當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常常去曬太陽 是 OK 當然不要曬到孔 不要曬到皮膚都壞了 總之你有機會盡量曬太陽 當然在冬天的時候 如果真的太陽不夠 或者是沒有的 或者一些地方在北邊 是根本沒有太陽的 那你自己便服食維他命D 那它建議量 都是五千個國際單位 一、二、一 OK 但這個背後是一個 是有科學證實的 不是好的時候 你看看官方對這些 用自然醫療 維他命D 醫療經常都這樣說 是沒有證實 其實不是的 不是沒有證實 真的有證實 也知道機制是怎樣的 OK 那大家都希望知道 有些什麼可以做的呢 是吧 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簡單的維他命 營養素 可以幫助我們 其實有些什麼可以做的呢 其實有幾樣東西 大約八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不要吃糖 是 就是飲食要好一點 有一些健康一點的 均勻一點的飲食 那就是 什麼叫健康飲食呢 就是不要吃垃圾食物 還有那些快餐店的食物 很多精煉的那些 例如那些澱粉質、谷類食物 還有一些是反式脂肪 或者所謂煎炸 煎炸的食物減掉 食物方面是第一次 第二樣東西是有足夠的休息 不要在家裡沒有工作 就拼命打麻將 或者不可以跟別人打麻將 因為要大家隔離 看電視、看得很晚 或者打電腦遊戲打得很晚 睡眠休息不夠 第三簡單來說 吃些蒜頭 不用很多的 每一片一塊仔 每兩個小時來吃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蒜頭是抗細菌、病毒、抗毛菌 三個都對付得到的 那個蒜頭怎樣做呢 我們的自然療法月理 之前也有一集教你怎樣去做 大家不妨去查一查 溫一溫 那個製造方面 我們發現 有些人簡單一點 就是他打果汁這樣喝 就丟掉下去 是不是 丟掉下去 越新鮮效果越好 OK 發現就用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當然過去也有人說 就是把蒜頭 放在床邊邊 或者暴露在空間 也有幫助的 也有些就簡單一點 就這樣放在口汁也行 OK 第四就是 當然不要有自己過份的壓力 是不是 在這個時候 儘量不要讓自己有過份的壓力 是心情 保持一個輕鬆的心情 第五就是運動 就是要經常運動 簡單點去走一路 山下 我相信你去走一山 這個地方是很安全的 你遇到一些人也好 你都不是一個很局促的環境 所以走一走一山 平時做運動 就繼續去做 經常運動 第六就是當然是說洗手 是不是 那麼 洗手很簡單的 水和肥皂就足夠了 大家已經看到 網上也有些傳流的資料 他用肥皂比較用酒精 用其他東西 其實用水和肥皂是最有效的 是 是不需要用什麼酒精 當然水和肥皂 有些地方未必隨身帶得到 有些人帶一些酒精棉 之類就即時可以用 但是我覺得 儘量都是用水和肥皂就足夠了 就不要看到這樣的消毒藥水 就有去用一下按一下 那因為呢 你用太多這些殺細菌的那些 那些肥皂 是慢慢令到 是產生一些抗 抗抗生素的那些菌 會越來越多的 所以儘量就不需要的了 肥皂就不是殺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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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你的手 皮膚這樣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吃些魚油 是不是 敏魚油啊 這些 那因為維他命A和維他命D 都在那個魚油裡面有 那這些是很普通的東西 大部分人在地方都買得到 有很便宜的東西而已 那當然就是常常呢 是曬太陽了 令到你的維他命D的水平呢 是可以增加 或者呢 就復食維他命D 就500個Mg 所謂500個國際單位 這些簡單的九步曲呢 是幫助我們呢 就是預防這些感冒 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的 嗯 那這些的辦法呢 其實就是 剛才所說的那個八點呢 其實都不 就是正正現在這個時候呢 用來對付那個預防那個流感呢 或者令到你自己身體呢 更加變得強壯呢 是很有效的 不過呢 其實這些八點呢 平時都應該要經常 這樣保持著這樣做呢 那就應該你的身體狀況呢 應該就不會比別人差很多的了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可以記住啦 記住來跟隨這些的方法去這樣 好了 再跟大家介紹一些方法 有幾種方法 其中一個呢 就是有一位科學家 有一位就在韓國的國立學校 那個國立大學裡面的 那他曾經就做了一些研究呢 當時就是那些所謂那個流感 雞流感 琴流感感出現的 那他就做了一個實驗呢 就是將那些13隻那些琴瘦 即琴流感 所以用那些雞呢 就做到他病 就是用那些所謂那些 那些流感的病毒來做病他 那麼 然後加上其他那些病 接著呢 他給他吃什麼呢 吃那些韓國人嘗試的那些 那些泡菜 那些泡菜 那些泡菜的 那麼他發現呢 在13隻雞那個雞 那個雞裡面呢 雞裡面呢 有11個是康復了的 那就是那個原因就是說呢 這些這樣的食物呢 是發酵的泡菜呢 其實他會產生了 發酵過程是產生了一些好的菌 那這些好菌呢 是會加強身體那個免疫能力的 是的 那所以記住啦 當然有些人喜歡吃的啦 或者不妨然後繼續用這個發酵過的蔬菜啦 那當然除了泡菜之外呢 我想很多其他發酵過的蔬菜呢 都會有這個效果的 是 好了 那還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那個吸蒸氣啦 OK 那大家都經常聽到啦 要保持那個鼻孔呢 就要有濕潤 是 就是不要乾燥 那一個簡單方法呢 就是聞一下蒸氣 那有很多美容院 有這樣的儀器啦 工具啦 那就會噴一些蒸氣出來的 但是最簡單來說 你自己可以煲杯水的 煲一杯水 煲一杯水 那煲一杯水呢 通常就是這樣啦 用毛巾蓋著那一盆熱水 就是不要一直煲著危險的 不要在那個煤氣爐那裡做 那些水拿出來之後呢 那其他一杯熱水呢 它蒸氣是不斷地出的 那你用蒸氣的方法呢 那你用蒸氣的方法呢 就亦都可以說呢 是用溫度呢 是將這些病毒啊 這些細菌呢 就是消滅它們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工具啦 個人都可以做的 就是補好水 就是放一個烤鍋在那裡 那蒸氣一路這樣出的時候呢 就一路去蒸它 那當然啦 那有些人呢 順便呢 就加些香噴油了 OK 開些蒸油啊 那待會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些什麼蒸油呢 可以幫助的 好了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工具呢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蘋果醋酸浸肉 OK 那通常呢 就用一杯這樣的份量啦 就是在浴缸那裡 當然啦 香港很多人呢 是未必有過浴缸的 那如果沒有浴缸呢 就浸腳咯 都可以的 OK 那當然呢 這些蘋果醋酸呢 就買些便宜一點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買那些有機啊 那些很貴的 因為成用的份量都比較多 那所以呢 就可以用這個浸肉的方法 那當然啦 有些人說 很麻煩啦 又要浸肉啊 有時間啦 這樣就浸一下腳都可以的 OK 那浸腳呢 就用的份量很簡單啦 剩下一個烤盆啦 就用一湯匙這樣這樣 這樣浸呢 是浸大概十分鐘這樣這樣 那有時候呢 你病緊的時候都可以用 是 即是如果你發現自己有病呢 那其中一件事 你可以做呢 就是浸 做一個蘋果醋啦 好了 那除了蘋果醋之外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那個梳打粉 嗯 OK 那也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之談啦 在網上也有傳流啦 那也有些人呢 是經常用這些簡單的 用梳打粉 這樣就放水來服飲的 那當然呢 這些梳打粉的質素呢 就比較 有些 比較純一點的啦 是 有些人說呢 有些是 就是那個 純一點的梳打粉呢 是OK的 那當然你買不到 其實沒所謂的啦 你買到一些外面食用的 都OK的啦 好了 那份量就很簡單 半茶匙 一杯水 一、兩、三次 即是 搭一下搭一下 不用大口喝 那就有空地喝一下 那也有些人呢 會加些 那些 有子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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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都可以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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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有些人呢 就 除了那個蘋果醋 就再加上那個 那個 大蒜 那來做一種 一種 就是飲用的 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我以前也提及过 在1928年,有一位医生叫Richard Simmons 当时他认为这些伤风的病毒 很多时候是从耳朵进去的 现在我们也说会从眼睛进去 遮口遮鼻也不够,眼睛也会进去 这位医生是当时这样说的 到了10年后,1938年,有一位德国研究人员 开始用伤氧水来处理伤风感冒 他的资料已有,但过去几十年没有人管 没有人提及这个资料 原来他用了什么方法呢? 他用3%的伤氧水 通常市面都可以买到 通常是外用的,没有什么外用 伤氧水是可以内服的 但只不过份量要很少 他用几滴,三四六滴 就滴到耳朵里 通常2-3分钟就可以够了 你会发现耳朵有些气泡 有点刺的感觉 大概5-10分钟就会停止了 接着就倒出来 倒出来,可能他自己会流出来 但这个方法呢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越早越好 你一感觉到自己好像作伤风 或者作感冒 就立即用 他的有效率有80% 这些工具呢 其实不是说 已经是有临床的 很确实的实现 好,这节的时间 我们也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回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流感的自然医疗》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广场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healing.com.h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第三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流感的自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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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的做法就是隔离病人 让他不要再传给别人 如果隔离期间病化 比如说是14天 7天到14天 他就可以用着尽量去医疗他 但是他用这些方法都没有什么特别弱效的 只不过是支持着他 就是支持着他 就是支持着他 让他自己嘔吐 当然了 希望这种这样做法 就不是说没有道理是对的 但我经常都觉得 为什么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 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 一般的流感不害怕 反而这个害怕呢 当然因为这个死亡的所谓高 其实我给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很快医得到的 很快医得到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1918年 1919年 有世界性的流感 他说是猪流感 大概死了差不多 估计到四千多五千万人死的 众招的人都很多 可能三分之一人有病 但是当时呢 这个是历史发生了的事 现在那些人呢 说来说去就是怕那件事 是 因为那件事真的是全世界 三分之一人受影响 几千万人死的 是最严重一次的了 但从来没有人去发掘 他记得是当时呢 是有一种不同的医疗方法 有一种医疗方法呢 叫做同类疗法 嗯 在现在来说 二百多年历史的了 很多国家都有的 比如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墨西哥 很多的 很普遍的而已 那当时在美国呢 有些医院呢 是用同类疗法的 因为它是同类疗法医院来的 你记得一下 所以现在香港人呢 中国人呢 这方面呢 认识很少很少的 完全不知道的 那当时有位医生 几年之后呢 一九二几年 四年左右呢 那就再去分析一下 当时医院的那些 那些档案的那些记录 发现呢 由二万多个病人 二万四千多个病人里面呢 如果是当时在西医院医的病人呢 死亡率是24%的 但是当时在同类疗法医院医的病人呢 死亡率是1.4%的 那分别就是你怎样医 是吧 那就是说呢 那也有 他的研究提及呢 其实很多病人呢 为什么在同类疗法医院都有死亡呢 他说主要是那些病人呢 是事先用到西药 那当时就用压是不灵 是 因为这个是说第一次事先的体战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没有其他什么抗产素 没有的 就用阿士巴林而已 退销 那现在知道了 阿士巴林对病毒性的发烧呢 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会产生另一种病呢 叫做Ryce Syndrome Ryce Syndrome的病人呢 一半会死亡 是 那可以这样解释呢 其实当时的病人是死去治疗的 嗯 很可能你什么都不做呢 你一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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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死得这么高的 嗯 但是痛的疗法 基本上是近乎零死亡率的 嗯 死那些1.4% 里面有些死了呢 就因为他之前用压是不灵 那再用痛的疗法 那接着呢 就救不了了 好了 那简单来说呢 如果你能够治得到 有没有害怕 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 那现在很可惜呢 在院索时呢 就算在中国也好 他们的医疗的手法呢 都是主流都是用西药的 而西药是没有得医的 所以就是隔离啊 用一些 就是用那些 处理方法 用一些抗生素啊 之类之类 那中药呢 好像也有参与 但是不是一个主流的医疗来的 那今次也听到呢 有些医院呢 是专门只是用纯中药的 是 那发现呢 可以比较到 那今次希望可以看到 一些确实的治疗 可以看到呢 很可能用中药的治疗里面呢 死亡率是差不多 很少的 嗯 那好了 那如果有一种方法 又又安全又便宜又正 可以 就是令到你的死亡率 减到差不多零的 那这样就很害怕 是吧 所以呢 虽然目前来说呢 用西医的模式之下呢 不得医的嘛 没有医的嘛 就是唯有隔离嘛 但是 但是 是很伤 就是 就是元气大伤 因为你经济没有了 停顿嘛 好像现在要说 要香港贵关 闭关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就是 你的伤害更大 那如果你有种方法 是有效医的 那根本就 这些东西完全不用考虑 完全都不用怕 是 没错 但是口罩是怎么样呢 那 有些人呢 我有朋友就买这些口罩 他说我的口罩很薄的 就是不好 他以为要厚一点才好 那问题呢 你知道呢 口罩呢 是纸造的 它是有洞的 那你能吸气进去的 不会是包顿你不能吸气的 那 它主要是隔什么呢 是隔口水 它不是隔空气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当然空气的微粒 可能都可以隔到 但是它不是隔个病毒 你不要搞错 你是不会隔到病毒 病毒在小到 连个昔微镜 要电子昔微镜 才能看到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看到 所以你讲讲 其实隔口罩 都是隔口罩而已 好了 那 那么 要加强那个防护的能力呢 我觉得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用一些是香薰油 因为在历史上呢 试过黑死病的期间呢 有一班人呢 是懂得用那些香薰草 那些植物呢 是 就是 罩着鼻孔的 就是看那些 它戴那些 那些鼻罩呢 好像是尖嘴的鼻罩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香薰的 是 用香薰草 香薰油 如果滴在口罩上呢 我觉得会更加有效的 嗯 那因为呢 香薰油本身呢 亦都可以加强 你的呼吸系统的免疫能力 是 香薰油都比较香 是吧 你找一些比较好些 那我觉得呢 如果大家是要戴口罩呢 其实最好呢 就自己是找一些 好质素的香薰油 加下去 那些是说 用 用香薰油很多的 是用哪一类呢 那其实很多香薰油呢 有些香薰油 就是特别是对那个呼吸系统有帮助 是 其中最主要呢 就是安柱油 Eucalyptus 是 Pines 蟲 Fime 那个 百里香 百里香 那这些这样呢 其实呢 是对那个 那个呼吸系统有帮助的 嗯 但简单一点呢 就算那个茶树油啊 Tree啊 那个 那个 Rosemary啊 迷迭香 迷迭香啊 甚至乎 Cedarwood 叫做雪虫啊 Lamondar 就是最简单的 分衣草 分衣草了 那其实呢 大部分的香薰油呢 都会有这些 就是杀这些的病毒 杀菌的作用 所以呢 大家不妨呢 记住呢 在这种情况之后呢 就加上一些香薰 嗯 是的 就是不要这样戴口罩 加少少下去 这样呢 都令到我们那个呼吸呢 会会长顺一些 也都加强了那个 上呼吸系统的抵抗力 但是呢 现在也都呢 一直坊间 西医方面 政府呢 都是建议呢 那些市民呢 要去打那些流感针的哦 但是对于这方面来说 我们一向都知道呢 这个流感针 其实 在我们过往很多 的讨论之下呢 袁医生都发现到 就是那个 那个打了流感针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可能中招啊 或者呢 破坏你那个抵抗力 还更加强的 那这个 你才应该怎么去处理 是啊 那到底 现在是西医的 就是主流西医呢 包括中国现在的思路 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隔离他 钓着他 那条命啦 就是support住他 希望他自己好得了 但是同时呢 就想一下呢 有没有办法呢 就是将那些病毒 就是分析了之后呢 可以製造一些疫苗了 这样的 那其实那个手法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知道了 整个製造过程是很长的 是很不容易的 是 而过去呢 我也都知道呢 每年呢 都很多人呢 政府得到大家呢 去打那些流感针 那但是呢 到底背后 有没有科学的理据呢 就是理据呢 以及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其实无数的研究呢 都在这方面做过呢 是发现是没有意思 是没有效的 那么很多些人呢 好地地的人呢 如果打了针之后呢 反而呢 就病倒的 那个比率都很高的 那么曾经有本 有本很好的书呢 是一位 美国的西医教授 Robert Mendelsohn 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呢 就叫做 Confession of a Medical Heritage 我记得他书里面 曾经讲过呢 他说他有一次 去探访我一个朋友 在他的家里呢 发现呢 老人家全部都不在场的 那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那些老人家 个个呢 最近打了流感针 个个病倒在楼上休息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情况呢 其实在医学上呢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呢 其实呢 都说不出呢 其实呢 那个流感针呢 是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帮助呢 会不会减低死亡率呢 是吧 会不会减低那个 就是种植的风险呢 是 那其实呢 所有的研究呢 都是证实不到呢 其实呢 它是真的有没有 有没有那麽大的好处呢 是 那很多时候呢 是更差的 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呢 就是那个研究呢 那就是 用的是这些 就是流感针 那 那 他们经常想着呢 年纪大的人呢 是种椒机会 多些呢 那所以呢 就说呢 就是叫那些年纪大的人去打针 那这个研究呢 那这个研究呢 这个研究呢 就是用了三千五百的长者去打针 那些流感针呢 其实呢 根本呢 是没有帮助他们 减低那个 出现那个肺炎的病 是根本就是没有的 嗯 那另外有一个研究呢 有一个是 在西雅图的研究 那他们呢 就看看那个对长者 六十五岁到九十四岁的人 这个在2000年 和2001 和2002的 那个流感那个季节里面去做呢 那他就比较 一千一百七十三位 参与者的医学的纪录啦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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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们的那个肺炎的纪录啦 那和呢 二千三百四十六位 啊 同等年龄 就是年纪大的 和呢 那个性别呢 是都吻合的 那呢 就是这些是没有患的那个流感的 就是 一千一百七十三是有流感的 那有二千多个是没有流感的 他比较他们呢 那呢 他发现呢 其实呢 他们那个打针比率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不是觉得呢 就是这几千人里面 两组人里面呢 不是说打针那些呢 患了那个肺炎呢 是减少了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也都发现是没有的 就是 其实他没有减低到那个肺炎的 就算打了针来说呢 都不会说将那个机活率 那个风险呢 就是患病的来说 就是患病的来说 没错了 好了 那另外一个在荷兰的研究呢 那他两组年多大的人 那一组呢 就打针 那个劉甘森 那另外呢 就是种那些安慰剂 就是安慰药 就是没有的 没有针的 那他发现呢 打了针的人呢 可能呢 就是有百分之一 一个百分之一 一个百分之一是减低了的 就是比没有打针的 是 那 那 大问题呢 就是你减低了种椒的一个百分之一 但是呢 他发现呢 他的副作用是怎么样呢 他说呢 在打针里面的人呢 十个有一个呢 是患病 在一个星期之内呢 打针之后呢 就出现那个流感的 那就是说呢 你的流感呢 是打针打出来的 是 十个里面有一个 OK 那 也都没有任何的资料呢 所以呢 研究呢 显示打流感针呢 可以减低小孩 或者老人家的死亡率的 OK 那 唯一一个呢 就是哪一组的人呢 就有本身的慢性那些 呼吸障碍 阻挡的那些问题了 那 那 那这些人呢 当然呢 似乎是有些 有些 有些少少 减少这样的 OK 但是呢 那个效果是 效力一点都不是那么大 那最大问题呢 那问题呢 就是呢 打针那些人呢 是 是 会有很多 副作用 那包括什么呢 是包括他们会产生一种病呢 叫做Garri Berry Syndrome 嗯 那这个在美国出现了 是 美国七几年代呢 那当时呢 又怕有流感来 那美国政府呢 就呼吁一些人去打针 那发现呢 因为打针之下呢 很多人呢 是 产生了这个Garri Berry Syndrome 这个副作用的一种病的 其中呢 有成 六十七个人呢 就叫政府呢 就是赔钱的 嗯 那这个官司呢 就是一直打得很厉害 要求他们差不多 几千万的赔款 那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呢 发现呢 打针的人呢 那个免疫能力呢 普遍是降低 还有呢 打了针的人呢 当他患了流感呢 他那个症状呢 是更加严重的 嗯 就是你不打的人呢 就OK啦 是 但是打了针的人呢 当他有流感呢 他那个症状呢 是严重很多的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在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呢 没有任何科学的证实呢 是证实打针呢 有好处是多过坏处的 嗯 嗯 是 好了 那当然了 除了这些 刚才所跟大家介绍的方法 那其实在 在赔钱医疗里面呢 就先说呢 那个同类疗法 嗯 那同类疗法呢 其实是很多很多有效的工具的 那 因为呢 它里面的疗疗其实都很多的 是的 那我在2003年 在SARS期间呢 那我就做了一个讲座 一天的讲座 但是很久了六个小时 那我当时呢 我就记录了整个课程的 那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是有那个视像 那还有有本书制 是介绍是每一 即不同的同类疗法疗剂 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使用 对付那些流感的 那这个工具呢 这个课程呢 现在呢 可以在那个 是的 这个 这个当时的一个 那个同类疗法 处理这个 这个SARS 这个流感的时候呢 就 是的 但是袁医生就 就 就举办了一个 一个课程 也都教授了 那么多年来里面呢 也都不断呢 也都有很多的人士呢 都是一边看回 买 那现在这个呢 也都在我们的健康店里面呢 是有得出售的 那如果大家想 就是有了解多些 关于如何处理那些流感啊 那就是 不一定正是现在这个 当然现在这个就很重要了 那的时候呢 都可以呢 大家可以买回去 慢慢去研究去看一下 因为每一只的疗剂呢 都是处理 针对呢 不同的那个的 它们出现那个病征 那个问题的 就不是说 一只就可以 可以盖了一些东西 那这样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呢 是做一个 就是预防啊 或者是一个 如果真的 不幸的 染到流感的时候呢 可以怎么样呢 自己处理这个方法 其中一个的 途径啊 这样的 好了 那除了那个流感的 同学疗法 那个应用的 那个工具 那个课程 我们很多人已经做了的 但是最近呢 有很多的学生呢 都要提及呢 其实今次我也是说肺炎的 是 最怕是肺炎的 是 所以我就已经是 已经安排了 在下个星期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讲座 大概4个小时而已 下个星期四 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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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讲座呢 专门讲呢 我只能用同学疗法的疗剂呢 去处理那些所谓肺炎的问题的 是的 那我们那个 是的 那现在呢 就是 这个课程呢 就将会在2020年的2月13日 星期四晚上7点至11点的 那大家想个详细的情况 想怎样报名啊 地点的时候呢 可以上回我们那个 学校的那个网址呢 就是 www.ahi.com.hk 就可以呢 又找到那些资料了 那就可以做一个那个报名啊 那对于 对于我相信呢 我在我们的 网台上面的听众里面呢 很多都认识到呢 同类疗法的那个 有效之处 正如刚才袁先生说的 有效之处 又有安全又便宜的方法呢 大家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 就是 不要早点 就是 快点去认识到 而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呢 那对于这个呢 就算现在这个 这个 武汉肺炎 这个呢 大家都不需要 那么恐慌 那么担心的了 是的 因为问题就是这样 你知道啦 如今这些问题呢 你会被人隔离的 嗯 就是你又不会去到 那些什么 什么诊所没有的了 那些诊所去过 那些诊所被人封了 是的 所以都很靠自己的 都很靠自己去救自己的 所以呢 这个课程呢 教你呢 是怎样应用同类疗法的疗劑 是适当的时间呢 去自己 可以处理流感啊 或者发现这些问题的 是的 正如刚才这样说呢 因为呢 他也有个潜伏期啊 或者你可能初初出现的时候 都出现了一些感冒的象征呢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今天讲的那些 袁医生讲的那些 那些日常的那些 喜居饮食啊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甚至乎好像就是 提到之前提到 那个DVD的那个 流感处理的课程呢 其实基本上 我们已经可以 在早一步呢 已经是处理到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 等到 去到出现肺炎那种事 才去做的 是的 但是万一呢 就是真的有肺炎呢 那其实这个课程 会教你如何去处理的了 嗯 好 今天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三个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尿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今天麻烦你了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